2019年3月,一名叫做萨哈胡达亚里的29岁女生 为了观看德黑兰的独立队和爱因队的比赛 她戴着帽子装扮成男人进入球场 不料被宝恩发泄扭送至警察局 被关三天后,她的家人付了5000美金的保时金得以出狱 9月2日,伊斯兰革命法院以不戴头巾和侮辱政府官员等多项罪名 对萨哈提起诉讼 不过当日法官家里有事,没有当庭判决 萨哈从法庭工作人员处得知 自己将被判处半年至两年徒刑后 一怒之下买了汽油,在法庭门口点燃了自己 9月9日,年仅29岁的萨哈因为重度烧伤,在医院去世 1979年伊斯兰革命起 伊朗地铁、公交这样的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 就实行了性别隔离政策 1981年开始,伊朗女性现场看足球比赛的权利被证实剥夺 禁令甚至夸张到即使在买别国转播权播出的国际比赛上 如果转播中出现女球迷的镜头 也会被立即用其他的镜头替换掉 伊朗政府对此解释非常体贴 他们说这是为了保障女性的安全 足球场人数众多,各色人等均可入场观赛 很多未受到良好教育,并受到性压抑的底层男性 可能借着球场的集体无意识发表大量不堪入耳的脏话 而这样的话语被女性听到,会导致她们被侮辱甚至诱惑 而且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激动的男性看到女性 有可能做出其他不当行为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女性不应进入球场 大家好,我是Lewis,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如今的伊朗是为数不多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 以遍布全国的道德警察和保留着中世纪的残酷刑罚 以及对人们身体露出度的严苛要求闻名于世 隐蔽的夜晚私人派对 非常流行的换期游戏和德黑兰的情色场所 显示其宗教保守背后狂野的一面 尽管政府对西方的生活方式讳莫如深 长期冲在反美的第一线 但其实民众对美国观感尚可 经过多年的制裁和被孤立 货币不断贬值 由于政府的贪腐和经济困顿 使得许多伊朗人不得不面临着 要么留在这里得过且过 要么花费巨大的代价离开的两难选择 1970年代末的巴列维政权 虽然专制腐败 但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还算开放和现代 在人们推翻了巴列维统治 将霍梅尼送上了权力的王座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了解一下 伊朗是如何从一个现代的世俗社会 变成一个宗教神权国家 一代年轻人如何亲手毁掉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 1963年伊朗国王李萨巴列维 开启了通往现代化的白色革命 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加快了伊朗经济教育女性权利文化等方面的进步 到了六七十年代 从城市人口产业人数受教育人数等各项指标来看 伊朗堪称不折不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人们生活富裕 城市风气开放 超短裙 西装 美酒 咖啡 电影 歌舞 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但巴列维并非能力往狂烂的豪杰 尽管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成果并没有被一般民众享有 作为伊朗总加速师 不但没有缓和矛盾 反而在攫取社会资本的道路上 蒙采油门 他的改革几乎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他没收宗教阶层的土地和世俗化的社会革新 激发了国内伊斯兰教群体的不满 阿亨们批判巴列维是危险 腐朽 堕落的西方傀儡 他的经济政策带有很强的统治经济色彩 资本家如惊弓之鸟 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 巴扎商人中的下层人士和神学院学生 一起构成了日后革命领袖霍梅尼最忠诚的基本盘 受到70年代通货膨胀和腐败的影响 社会失业率严重 贫富差距加大 共产左翼和宪政自由派开始不断示威抗议 巴列维对此不以为意 为了实现波斯文化伟大复兴 在1971年举行了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 在波斯玻利斯古城附近的沙漠支起巨大的帐篷 邀请世界各国有头有脸的政要 士兵服饰全部根据当地的考古发现纺制 搞了一出史上最贵的cosplay表演 之后又将伊朗立法由伊斯兰利改为波斯利 他希望以此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这下彻底惹毛了国内的宗教势力 1977年10月 国内矛盾终于爆发 宗教学生率先发难 左翼共产与宪政自由派迅速动员起来 一系列大规模的抗议开始了 1978年8月 伊朗阿巴丹一座影院发生火灾 烧死477人 着火的地方是伊朗南部游港城市 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 死者大多为附近的油矿工人 当时正在放映马苏德基米亚裔导演的《巡怒》 一部批判国王的电影 伊朗国内反对派将矛头指向国王 穆罕布德·里萨巴列维 认为他不满人们看批评他的电影 才故意下令放火 国际媒体也听信这套说辞 把此案比喻为1933年 纳粹策划的国会大厦作文案 加上警察的愚蠢和救火队的迟缓 他们相信凶手就是国王无遗 受害者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和宣传册 一个个悲惨的家庭故事激怒了国民 他们不愿意再对话 也不想再妥协 甚至不想再多了解真相 只想立刻把国王送上绞刑架 真正的纵火犯 其实是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 他常年受估于宗教仇恨思想 认为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代表堕落 于是从这里下手 虽然巴列维是一位浩大喜功的丸固子弟 但要将他定位为残暴的独裁者 他确实不够格 1978年抗议游行高潮迭起 阿巴丹大火后 国王手下掌管军队的将军穆加达姆 劝国王立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但穆浩布的李萨并不太想动用大规模武力 不想看见子民血流成河 新任的首相虽然采取了军管措施 但军队比较克制 常常仅限于警告 你可以说国王软弱 也可以说他仁慈 其实暴乱发生以来 国王一直在退让 并告诉国民自己在改正一些错误 正与过去一刀两断 在1978年初 针对学生们的抗议 国王放松了报警和舆论管控 但反对他的人 恰好利用这一点 不断往国内在各种反动言论 当时霍梅尼流亡至巴黎郊区 主要依靠儿子和女婿 遥控伊朗国内的革命 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小组 负责把霍梅尼每天的讲话 和打击者问录在磁带上 再用电话传回伊朗 在暴乱最激烈的日子 这些录音 以及据录音复印的文字材料 传遍了德黑兰的大街小巷 打败了国王的宣传机器 到了1978年10月底 包括阿巴丹在内的石油工人 也开始罢工 每年产出200亿美元的石油工业瘫痪 从每天生产600万桶油 下降到不足150万桶 国王没辙了 只能派遣军队守护加油站 每几小时供电一次 接着是航空业 大学 商店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 没有人正常工作 弄得连土豆和牛奶都买不到了 支持国王的官僚都不敢上街 一旦被群众抓住 必死无疑 军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要不要下令大开杀戒 国王始终下不了决心 他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隔三差五询问 驻伊朗美国大使沙利文 美国有什么建议 可沙利文每次给出的回应 都模棱两可 你先回去等两三天 我再问问总统 其实卡特政府高层内部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国务卿万斯 主张不动用武力 鼓励实施自由化计划 总统安全顾问布尔金斯基 支持国王采取果断的强制措施 先恢复秩序 再谈其他 11月初布尔金斯基亲自给国王打电话 敦促他不要犹豫了 赶紧采取强制措施 这时候沙利文不知可否 优柔寡顿的国王 错过了平息混乱的机会 与此同时 在霍梅尼的鼓动下 士兵们动摇了 他们拒绝向革命者开枪 形势急转直下 国王实际已是光感私令 代表工人利益的民族阵线领导者 卡里姆桑贾比和嘴里随时喊着自由人权的麦赫迪巴扎尔干都去了巴黎 与霍梅尼共聚一堂 这意味着反对派实现了联合 在赶走国王这点上取得了共识 1979年1月初 就连沙利文也在督徒国王离开伊朗 他说紧迫的休假疗养 现在不能再推迟 国王发现美国已经放弃自己 终于泄了气 退就退吧 用武力挽回不支持的人民 既是血流成河也没有意义 1月11日 在千万人的唾弃中 憔悴的国王登上了一架波音727客机 永远告别了他统治37年的国家 从此再没能回去 2月 流亡了14年的霍梅尼回到了伊朗 当他走出飞机的那一刻 人们欣喜若狂 数百万民众纷纷来到机场 抬起了30多公里的长队 迎接他的到来 而霍梅尼下飞机后 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安的演讲 表示要带领伊朗获得幸福和财富 因此他也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支持 人们推倒国王的雕像 撕掉钞票上国王的头像 将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街道 城市 乡村 广场 改成霍梅尼 他成立了临时政府 宣告结束君主制 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6月 身患淋巴癌的国王流亡至墨西哥 10月他飞到美国纽约医院 接受外科手术 不过在伊朗国内 新政府和群情激愤的伊斯兰教徒 却责备美国人给国王提供庇护所 屡次要求交出身体雷弱的病人 美国政府并不想招惹麻烦 治疗期间没有任何官员与国王接触 卡德总统也没打一个电话 国王能来美国治疗 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但新政权不管这些 11月4日 大约4000名德黑兰学生 占领了美国大使馆 扣押了52名外交官当人制 试图逼迫美国交出国王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德黑兰人制事件 巴列维跑路后 宪政派领导人巴赫蒂亚尔 组建了临时政府 他希望以民主方式选举 维护宪法 他们傻傻的认为霍梅尼对权力没啥兴趣 因为他曾公开对西方媒体多次表示 什叶派宗教领袖 不是要去统治别人 老蒙生存的霍梅尼 很好地向外界隐藏了自己的意图 按照霍梅尼当时的说法 他既不准备推行政教合一 也不是强迫女性戴上罩袍 在教义方面 他的态度模棱两可 表示不支持一夫多妻制 男人结婚一个老婆就够了 伊朗自由派并非全无戒心 但这位70多岁 一生折腾的老年人 看上去似乎也撑不了多久 在公众眼中 霍梅尼清贫简朴 形象与甘地大同小异 是一位正直而略有些迂腐的老头子 然而霍梅尼刚一回国 立刻展开夺权行动 他向昔日的队友 宪政派临时政府发动圣战 1979年2月11日 临时政府瞬间被废 宪政派领导人巴赫地亚尔 跑入法国 此时左翼共产党人 认清了霍梅尼的真面目 他想要的是一个 由伊斯兰宗教神权统治的国家 但一切已经晚了 3月初霍梅尼公开宣称 不要提民主这个词 这是西方那一套 同年4月1日霍梅尼象征性的举行了公民投票 虽遭宪政派与左翼强烈反对 但法案被通过 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诞生 他成为终身的政治与宗教领袖 在搞死反对派时 霍梅尼可不像巴列维那么手软 他建立了绝对忠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所有反对派遭疯狂扫荡 伊朗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人民圣战团体 被重点镇压 大学与军队发起了清除异端行动 被认为思想西化 或共产信仰的老师与军人被开除 反对霍梅尼思想的报纸 杂志被查抄 示威抗议者遭宗教暴徒殴打 处决与恐吓 此刻左翼共产党与宪政派 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笑话 他们赶走了一个所谓的暴君 却亲手迎来了一位不容置疑的神 霍梅尼以法基赫的监护作为治国理念 对内不停镇压反对派 对外输出什叶派思想 使得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 在面对民众的不满时 霍梅尼表示 伊斯兰革命的目的 不是为了在物质上有所提高 而是要传播伊斯兰的精神价值 伊斯兰革命后 萨达姆不爽伊朗什叶派 将革命火种传播到伊拉克 于是趁乱发动了战争 大量不足15岁的未成年 脖子上挂着象征着 可以进入天堂之门的塑料钥匙 冲向了伊拉克布下的雷区 数以万计的少年被炸得肢体破碎 尽管战争最后取得胜利 由于伤亡惨重 伊朗需要大量的血浆抢救伤员 伊朗民众踊跃泄血 霍梅尼命令把伊朗监狱中的犯人都强制输血 不惜将他们罪恶的血液抽干 这样他们的罪孽才会得到救赎 长达8年的两亿战争 让伊朗损失了35万条年轻生命 仅得黑兰就有20万妇女失去丈夫 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 国家建设延误20到30年 这是伊朗人选择霍梅尼后 所付出的第一笔惨重代价 两亿战争没有赢家 但成就了一个叫卡姆西·苏莱曼尼的年轻人 此人出生底层 1979年加入革命卫队 在两亿战争中表现神勇 仅凭赫赫战功 迅速成长为伊朗数一数二的人物 2020年1月3日 伊朗速敌美国发射了三枚导弹 精准击毙了卡西姆·苏莱曼尼 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涌上街头 扬言报复 到报复未成 到先把56名同胞踩死了 而后伊朗革命卫队 又误击了一架乌克兰客机 造成176条生命 无辜枉死 1979年后的伊朗军政体制 混乱而低效 最近新冠病毒来袭 更是雪上加霜 一个捂不住的事实是 目前包括副总统在内的多位高官 也感染了病毒 从侧面印证了其严重程度 可能远超官方目前承认的水平 伊斯兰革命距今40年 直到今天 还在给伊朗人制造无尽的灾难 清醒过来的人 这才明白 造成今天这幅局面的 并非是他们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 当初他们抱着非黑即白的想法 放弃了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 一代年轻人 亲手把他们想象中的 克里斯玛形领袖 供上了神坛 没想到结果 即是这番田地 然而国家由每一个国民组成 国民什么样 国家就什么样 自己种下的苦果 含泪也要吃下去 欢迎订阅留言和点赞 你也可以通过PayPal打赏 或者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 这样我们就会为黄标所献 谢谢你们